香港人工作忙碌 能夠靜下來享受一場藝術盛宴 絕對是一件樂事 香港有超過60間博物館 可以給市民欣賞不同的展覽 新冠疫情前 康民署核下14間博物館 一年的參觀人次就超過600萬 過去兩年 M家博物館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陸續開放成為城中焦點 直到今年8月 已經吸引超過120萬人次入場 博物館數量多 展覽主題亦都非常多元化 科學、歷史、文化、藝術 例如億萬年前的恐龍化石 古埃及的穆乃伊真身 中國千古名畫落神富途 最前衛的後現代藝術品 都可以足不出港就欣賞到 隨著AR和VR等技術普及 展覽方式亦都不斷推陳出身 香港文化博物館近期推出的 敦煌專題展就運用數碼技術 還原細節 加上互動和投影裝置 打造沉浸式體驗增加趣味 藝術從來不屬於小眾 推動文化走進大眾生活 正是香港兼負 中外藝術文化之多的使命 全新感受當代中國